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一个方形盒子上插了两条带轮子的腿 但它稳定性很强 高处跳跃 越野都不在话下 最关键的是 当两个双足机器人碰面时 居然能合体变成一个四足机器狗 这个四足机器狗在翻转 腾跃 载人方面表现都很出色 而且不止两个能拼接 三个四个组合在一起也可以 直接创造出了机器人的新玩法 评论区的网友都被惊呆了 有网友直接问起 这个机器人多少钱一个 还有网友感叹 这真是太厉害了 不敢想象它用到战场会有多强 据了解 这个可以拼接的机器人 全名叫The Infinite 简称第一 由松山湖企业本墨科技研发 据悉第一突破了固化机种的限制 可实现轮足轮足 足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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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足足势等 多形态联合拼接协作 构建出灵活可变的运动系统 能在复杂场景下 延展更多应用可能 解锁更多元化玩法 同时第一还突破了运行性能极限 可实现多形态负载 在四轮匍服模式下 它的最大负载可达100公斤 即使在站立模式下 仍能保持80公斤的极限负载 这为机器人的大脑小脑执行模块 提供了稳定高效的运行载体 保障复杂任务能持续可靠执行 此外 第一在续航上也进行了升级 在双轮足模式下 空载状态实测 可实现超5小时持续运行 续航里程突破25000米 这大幅延长了设备在户外巡检 物资转运 场景服务等应用场景的单次作业时长 减少了中途补能频次 提升了整体工作效率 当然随着这款拼接机器人火爆全网 此前默默无闻的本末科技 也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面对记者采访 本末科技创始人张迪 在回顾创业起点时说 我们最初的想法其实很纯粹 能不能让机器人心脏跳得更优雅一些 2020年在东莞松山湖 他和团队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即打破传统机器人动力方案中 电机加减速器加四伏系统的复杂结构 自主研发出了将控制器内置的一体化直驱电机 这种技术不仅静音高效寿命长 还能以低转速高扭矩的输出特性 让机器人动作更精准更可靠 现在本末科技已发展成为直驱动力领域的技术引领者 拥有从模组设计到整机组装的全链条能力 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服务家庭乃至特种机器人场景 它自主研发的直驱关节模组 轮足机器人等产品 已与苹果、英伟达、联想等企业达成合作 并走进全球高效和实验室 我们不只卖电机 更提供一种面向未来的运动解决方案 张迪表示 希望本末的技术能真正赋能智能机器人 让它们在千家万户中活起来 而在面对如何看待当前的机器人市场时 张迪比喻称 机器人行业正迎来它的iPhone时刻 在它看来 驱动行业爆发的不只是某一项技术 而是AI、感知、通信与控制技术的融合创新 像ChatGPT这样的生成式AI 大幅降低了机器人理解世界的门槛 5G和3D视觉让它们看得更准、反应更快 而我们专注的直驱关节技术 则从动力层面把成本降下来 把寿命提上去 不过尽管机器人行业高速发展 但动力模块与泛化能力 仍是制约它大规模商用的核心瓶颈 传统方案依赖电机、加减速器、加四伏系统 结构复杂、噪音大、故障率高 而且在精度与寿命方面面临发展天花板 当前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表现仍像是专项选手 要实现真正的人机共生 必须在动力与智能两端实现突破 在张迪看来 这些瓶颈不仅限制了机器人的普及 更拖慢了整个行业 从专用走向通用的脚步 张迪表示 我们始终相信 真正聪明的机器人 应该有一颗安静、可靠 并且能灵活应对不同环境的心脏 而这也正是本末科技选择 以直驱技术切入赛道的原因 从动力根源上提升稳定性与响应效率 为机器人的大规模落地 补上最关键的一块拼图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 本末科技选择了一条 技术难度极大但颠覆性极强的路径 彻底拿掉传统机器人中的减速器 将控制器嵌入电机内部 实现从传动到直驱的根本转变 让心脏驱动机器人安静 可靠的灵活融入人类生活 目前本末科技已在材料算法 工艺等领域申请专利300多项 其中240多项已获授权 还曾摘得日内瓦国际发明斩金奖 更重要的是 它们成为了业内首个实现 5至15厘米尺寸 范围内直驱电机量产的企业 就在拼接机器人大方异彩之时 语束科技也突然发布了 它们的第四款人型机器人H2 和前代H1相比 这次发布的H2 无论是在运动流畅性 还是仿生特征上 都有了相当大的晋级 首先是整体的外观形态 和H系列都是180厘米的身高一致 但是H2的重量突破性的来到了70公斤左右 H1仅有约47公斤 如果要计算它的BMI21.6的结果 妥妥的一个健康好身材 除了身高体重比来到了正常水平 H2的关节总数累计达到了31个 对比今年7月发布的R21 26个关节提升约19% H2的31个关节具体分布在双臂 双腿以及躯干等功能关节 其中双臂上每个手臂有6个关节 共12个 腿部则有7个关节 双腿共14个 用于连接上半身和下半身的躯干关节 有3个 其中还有两个暂未公开用途的功能关节 70公斤的重量没有让H2变得更笨重 反而在完成各类动作上更加流畅 移动能力以及关节控制都更像我们人类的行动 在语术发布的H2机器人视频里 他不仅可以在舞台上跳一只标准的芭蕾舞 手脚的动作都可以用优雅来形容 此外表演一套中国武术也是不在话下 视频里的H2在做单脚踢腿 以及做出攻击状态的手部动作时 完全没有生硬的感觉 舞蹈和功夫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H2都能轻松拿下 更不用说稳定行走 和奔跑了 当然对比H1 它不仅仅是走起来更灵活 语术还给了它一张人脸 有网友在评论区里说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像人的仿生机器人 科幻小说正在成为现实 那到底有多像呢 看这段H2和真人一起走秀的片段 小编在想 这完全可以进入我们人类社交的场景了 人脸 躯干轮廓 运动姿态等都非常接近我们人类 此外视频里结尾的地方 H2的造型还让小编想到了科幻剧西部世界第一季的海报 电影《我机器人》和电视剧西部世界 描绘的都是未来高科技的机器时代 机器人乐园和人类如何共处的问题 日渐发达和聪明的机器人最终会把我们的未来带向何处 宇树的回答是 先继续在人型机器人领域深耕 目前宇树的三款人型机器人 分别是2023年8月发售的H1 高端通用人型机器人去年5月发售的G1 以及今年7月发布的R1 入门消费级人型机器人 其中只有H系列是全尺寸人型 去年春晚宇树正式带着H1 让他们穿着东北大花袄 手里拿着花手绢表演了一场AI New Younger 短短两年 H2的关节控制与平衡算法都得到了极大的优化 高性能的算法给了机器人能力 承载起70公斤重量的同时 自适应调整重心 实现多样化的动作 而能力的提升则进一步扩展了H2的应用场景 从工业上的自动化巡检 仓储搬运 到更贴近普通用户的娱乐演示和陪伴服务等 它可以替代我们人类 在一些危险或者封闭的空间去完成各项任务 也能在一些无障碍的服务上 提供更加人性化的体验 甚至是将来真的有机会 全天后24小时跟随我们 帮助我们做那些不想做的事情 1986年的错位 电影描绘了一个和主角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代替他去做一些繁琐的工作 而主角只需要躺在家里 不敢说这个阶段马上要来 但H2的出现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雏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